由蔡凡席 魏曼 流量座登任 共同主演的網路影集 《都馬是你的貓》舉辦首映會 男主照蔡凡席 飾演桃花運超差的寵物溝通室 這朝不是戀愛高手的蔡凡席 透露根本是本色演出 還沒有出道的話 之前在國高中其實桃花都滿差的 怎麼可能 我真的發誓 就是真的不太有女生會喜歡我 聊天可以吸引到異性 那我可能比較不會跟異性太會聊天 所以我不太會交朋友 所以桃花會比較差一點點 我比較怕深一點 比較不敢跟陌生人聊天 真的要找到很合得來的聊天對象 才會真的是要聊得很久 你的話題是不是就電動 電動啊 或者是 對 好像跟男生比較好聊一點 女生我比較不懂 運動有嗎 運動 運動蠻難聊的 那真的很難聊 我沒有太多的話題可以跟其他人聊 那以後心動的女孩子 就跟人家聊電動 啊 那有什麼東西 但就會去了解啦 如果真的要聊的話 就會先去慢慢的了解這個人 然後看他什麼興趣去硬聊 對 硬聊 對啊 只能硬聊 不然把不到別人也很尷尬 而飾演蔡凡希爸爸的斗哥 劉亮左 之前與老婆趙小喬 第三度求子失敗 令大批網友相當心疼 斗哥也對此特別表示 我們現在恢復得非常好了 最痛苦的那幾天已經過了 然後我們現在恢復得非常好 他現在在修養身體 我覺得日子還是要很正向的過啦 我覺得還是鼓勵大家意外嘛 總是在人生中是很少極少的 那更大多數的時間 我們還是要很樂觀的期待未來 所有網友啊粉絲啊給小喬的訊息 私訊也好留言也好 他每一個都看了 那實在沒辦法回 但是我們都看到也非常非常感謝 我覺得這一陣子發生的事情 讓我覺得祝福的力量非常大 就是我們常講網路是一個很冷酷 很冰冷的一個 看不到對方臉的一個社交過程 可是在這段時間 我真的感受到很多溫暖 藉由社群 藉由網路 八大採訪住 採訪報導